彭博社的图表显示,从回归系数的角度看,2011年到2016年位标准,以当前由价于70美元每桶的价格来衡量,美元对卢布汇率。 本应处于40到50卢布的范围内,然而现如今,美元对卢布汇率却高达68,从历史上看,原油价格一直是卢布的最佳型预表,然而如今,卢布似乎已越来越难以跟上油价的脚步。 彭博社的图表显示,从回归系数的角度看,2011年到2016年位标准,以当前油价于70美元每桶的价格来衡量,美元对卢布汇率。 本应处于40到50卢布的范围内,然而现如今,美元对卢布汇率却高达68,彭博社指出,造成卢布走势疲软的部分原因,是低缘政治风险已经显现,给原本已趋于稳定的俄罗斯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。 美国国务院上周五宣布了对俄罗斯最新制裁的相关细节,标志着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。 美国公布的细节,旨在限制向俄罗斯提供外国援助和军售,并禁止美国向俄罗斯提供任何信贷。 包括通过进出口银行,特朗普政府在3月决定驱逐60名俄罗斯外交官,并关闭西雅图领事馆,美俄关系恶化的理由不仅仅是英国特工中毒事件。 目前,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对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进行干涉参议院的两党军支持立法,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。 分析人士指出,当前美国对俄企业和个人所实施的有针对性的制裁,还不会对俄罗斯经济造成致命打击。 然而,出现更极端情况的风险已经上升,这可能限制卢布反弹的潜力,除非敌人政治威胁消退。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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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